來天白雲好天氣 端午節到小琉球 陸架看潮肩帶 一探龍蝦洞秘境 但卻有女遊客控訴 腳帳旁邊常常一道傷痕 腳踏進水裡 被石頭割傷心血淋漓 送一縫三針 控訴導覽業者 沒有提供安全設備 腳沒踩好 然後就掛掉了 就掛 解說完畢了 你們自己離開 你們自己受傷 我怎麼會被殺被殺 受傷女遊客跟導覽人員 互推責任後晚控訴 導覽過程 沒保險 沒交鞋 事後只賠一百元醫藥費 待定民宿也要負連帶責任 想要索賠 潮間帶業者反駁 導覽一個半小時 一人只付一百元 海灘平坦 穿拖鞋也可以 反程摔傷算誰的賠償金 沒共識 他們根本比較交詐的 也不要 對 先講什麼 遊客務必要做好自己的 自身的房屋設施 潮間帶導覽 沒有規定要提供交鞋 被指控的民宿也反控 受傷女遊客一行十多人 深夜喝酒大鬧 其中一對情侶還打架 地上都是血 踹壞門鎖 踢破門板 索賠維修費八千五百元 所以說 他們說你們有 因為你們有賺體 所以說你們需要付連帶責任 這點你們都不看 連假出遊到潮間帶腳受傷 遊客索賠醫藥費 和其他民事賠償 民宿業者則是反控迴損門 涉及刑事責任 雙方各說各話 不排除透過司法解決紛爭 藉由上傳王書宏 屏東報導